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评论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俊 今天我们将讨论拜登总统宣布 推出2024年总统大选的震撼消息 并看看副总统哈里斯 能否接棒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此外 我们还将了解中国网民 对拜登退选的热烈反应 和对特朗普可能再度入主白宫的担忧 最后我们将探讨柔佛州 在吸引大量投资后 如何计划在2030年成为发达经济州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退出2024年总统大选 并表示支持副总统哈马拉·哈里斯 代替他角逐白宫 此消息在民主党党代表陈介飞参加的 加州筹款活动上引起了热议 陈介飞表示 拜登因健康因素受到党内和捐款人的压力而退选 他尊重拜登的决定 并相信新的组合仍能获胜 维吉尼亚州共和党支持者张文华则认为 拜登因党内对其能力的质疑而被迫退选 佛罗里达州民主党支持者 吴秋智对拜登退选感到震惊 认为这是竞选中的重大转变 需要时间适应 陈介飞对哈里斯角逐白宫感到欢迎 认为这是亚裔美国人的重要时刻 他指出哈里斯来自亚裔人口众多的加州 对亚裔社区有深可理解 张文华则认为哈里斯并非最佳人选 但其副手选择至关重要 可能会选择加州州长有森等重量级任务 吴秋智认为哈里斯仍未经考验 可能在某些群体中不太受欢迎 但最终会获得支持 建议选择中西部或南方的候选人 如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 以确保地理多样性 美国之音中文网还整理了哈里斯近年来 关于中国议题的言论 哈里斯在外交政策上可能延续拜登政府的立场 他在多个场合强调美中关系的重要性 他表示美国并不寻求与中国脱钩 而是要去风险保护美国利益 他也重申了美国对台湾海峡稳定的承诺 批评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的挑戏行为 此外 哈里斯在担任参议员期间 推动了关于维护香港和新疆人权的立法 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和对国际规则的忽视 使其不再是最佳投资选择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现任总统乔·拜登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院 引发了关于谁将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激烈讨论 副总统卡玛拉·汉里斯得到了拜登和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夫妇的支持 他在对华政策上与拜登基本一致强调竞争而非冲突 并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框架下的台湾 加州州长加文·纽森 被视为另一位潜在候选人 他在气候问题上与中国合作密切 并在访问中国期间与习近平会面 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和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默也被提及 布蒂吉格在对华政策上主张合作与制裁变形 而惠特·莫泽支持制造业回流美国 但也因支持中国企业在密歇根建厂引发争议 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乔什·夏皮罗也在名单中 他更注重国内事务 但已公开支持哈里斯 美国之音中文网进步报道 拜登在特拉华州的海滨度假家中宣布不再竞选连任 并支持副总统哈里斯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 哈里斯将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妇女和南亚裔的主要政党总统提名人 拜登表示他退出竞选是为了国家和党的最佳利益 而哈里斯则表示他将全力争取提名 团结民主党击败特朗普 尽管拜登停止了竞选 特朗普仍在社交媒体上攻击他 称拜登不适合担任总统 也有一些人支持哈里斯 但也有一些人提议通过开放的初选程序选出候选人 民主党的星期名人选 可能通过下个月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确定 或通过公开大会选出 美国之音中文网回顾了拜登近50年的从政生涯 从1972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六位最年轻的参议员 到担任副总统和总统和总统 拜登的总统岁月充满了全球挑战 包括新冠疫情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中国的崛起 在国内他努力应对通货膨胀 移民问题和社会公正问题 取得了一些立法成功 如基础设施法案和气候变化法案 作为副总统 拜登负责从伊拉克撤军和经济复苏等项目 并获得了总统自由军章 作为参议员他推动了反对暴力侵害妇女法案和布雷迪法案 但也对一些投票表示遗憾 如支持1994年犯罪法案和2003年入侵伊拉克 尽管之前的两次总统竞选失败 拜登最终在20年击败特朗普 成为美国最年长的总统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美国总统乔拜登宣布不再竞选年任 立即引发了政治风暴 国会共和党人纷纷要求拜登必可辞职 认为他既然不适合竞选年任 就不适合继续担任总统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表示 民主党内部的压力迫使拜登做出退选决定 距离选举仅剩100多天 民主党此举无异于自相矛盾 共和党议员们认为 认为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棒 也无助于改战民主党的选情 甚至可能加剧问题 拜登宣布支持哈里斯代表民主党 参加11月5日的总统大选 当共和党人质疑他的心智和认知能力 认为他应该立即辞职 参议院少数党里就米奇 麦康奈尔则批评了拜登政府 在经济和边界安全等方面的表现 称美国在拜登任内变得更不繁荣 美国之音中文网继续报道 外国领导人对拜登退出竞选的决定 纷纷做出反应 英国首相基尔·斯塔莫表示 尊重拜登的决定 并期待在剩余任期内继续合作 西班牙首相佩德罗·桑切斯 在社交媒体上称赞拜登的勇敢和领导力 指出他在疫情和经济危机中 带领美国克服困难 并在面对俄罗斯侵略时支持乌克兰 爱尔兰总理西蒙·哈利斯感谢拜登的全球领导力 和对爱尔兰岛和平的坚定支持 克里姆林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则表示需要耐心等待事态发展 并继续专注于乌克兰战争 罗威首相约纳斯·加尔·斯托尔和波兰总理唐纳德·图斯克 也对拜登的决定表示尊重 称其为国家服务的政治家 杰克总理彼得·弗亚拉认为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决定 并祈祷美国能选出一位好总统 美国之音中文网最后指出 拜登的退选将美国带入一个未知领域 他支持副总统塔玛拉·哈里斯成为民主党候选人 布鲁金斯学会智库高级研究员伊莱恩·卡马克表示 拜登的决定可能引发其他民主党候选人争夺提名的竞争 虽然哈里斯位居棒手 但他在工作开局不顺和民调数据不加后也面临挑战 其他可能的继任者包括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密歇根州 找格雷琴、惠特莫等 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决定最终的候选人 可能需要多轮投票才能确定 拜登竞选团队的9100万美元资金是否能转给哈里斯仍存在争议 专家们对此意见不一 楼福州正朝着成为发达经济州的目标大步迈进 2024年才过半 楼福已经吸引了价值数十亿元的投资 市场对其未来充满期待 然而真正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在于人才储备 今年1月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签署了柔心经济特区谅解备忘录 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措施 如出入境时无需出示护照 采用数码货物通关程序 以及落实可再生能源合作 这些举措不仅方便了两国人民的往来 也为经济合作打开了新的大门 展望未来 柔福计划在2030年发展成为先进州 根据2030年柔福前进议程的经济总体规划 柔福州政府设定了雄星勃勃的目标 将柔福的国内生产总值 基地提从去年的1482亿零级 约426亿新元提升至2600亿零级 这个目标的实现不仅依赖于现有的投资和政策支持 更需要在教育和培训方面大力投入 开样车能够引领未来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